逸政之乡高雄内门 保留传承民俗文化宋江镇 台湾的宋江镇源自明末清初 结合民间信仰和武术技艺 御兵愚农 但当时可以组织民众 练这种政法的可不是普通人 官方召集来训练的人 才叫做相拥或团练 比如说是交商出钱让他们成立的 或者说是这个大家族出钱让他们成立的 那他们就会被合理化 县级和府级的官员 他们都是三年轮掉 那所以其实真正能够掌握在地的民众 掌握在地的资源 就是这些行政的代理人 像雾峰林家他们就扯出一些案件 比如说他们就是强占别人的土地 蜻蜓最忌讳的结党营私 中阶豪强家族例外 还拥有一名当武力 也造成阶级对立 再加上励志不张 当时俗艳称台湾三年一小返 五年一大乱 光是可考名辩就多达107次 其中三大名辩启示最早的 就是1721年的朱衣贵事件 朱衣贵他是福建漳州常态人 他大概是在25岁的时候来到台湾 那一开始是在衙门做一个 就所谓的叶不收 就是一个首叶的牙役 后来被辞退之后他就开始养鸭 最早养鸭的地方是在 我们屏东的这个嘉东那个地方 后来他就是赶着鸭子 沿着我们的下淡水溪 就是现在的高平溪 一路来到了内门这个地方 头戴斗笠手持赶鸭杖 朱衣贵从福建渡海来台后 以养鸭发鸡 为人豪爽还被称为小牧场鸭母王 我们的采访团队深入内门深山 首次在镜头前曝光的客寮所在地 相传当年朱衣贵就是在这里 宴请各方好友 就是朋友来 你在开杠 盘天收地 他也想这个机会来找 反亲父母嘛 所以他就和这些朋友 大胆他的这个理论 当时的台湾之府王臣 作威作福 民怨沸腾 兄弟们推朱衣贵为盟主 竖其招来上千人 出席岗山 竞占府城 这么快能够攻进府城 对朱衣贵来讲 这个确实是始料未及的 甚至连他要登基 所穿的衣服 都是跟戏班借的 朱衣贵在今日的台南天后宫 登基为忠心王 国号大名 年号永和 台湾民间就认为说 他是所谓的台湾皇帝 所以包括像这个圣子 还有朱衣贵他的一个穿着装扮 头戴的通天官身穿黄龙袍 那这个都是皇帝的一个打扮 朱衣贵本身他虽然是一个草莽英雄 但是他却没有治国的能力 所以他的政权建立不到两个月 在清朝的大军从对岸派过来之后 一下子就被剿灭了 所以他算是可以马上得天下 却没有办法马上治天下的一个草莽英雄 皇帝只当了两个月 就遭清廷援军击溃 只剩这首打游诗传唱 头戴明朝帽 身穿清朝衣 五月称永和 六月还康熙 即便是后来1787年的林爽文起义 几乎全台响应 只剩俯城 侏罗还未攻破 政权也只历时一年三个月 清乾隆赦命绘制的深情逆手林爽文 林爽文遭捆绑 依然昂首战力 四面八方被清兵包围 还可以看到受征召而来的原住民 以及所谓的义民 当时义民守高正 出卖旧式林爽文的踪跡 率义民与清军一同围剿 还获得丰厚奖赏 当你选择跟 在一个叛乱当中 你选择当义民守 你带领义民 站在官方那一边的时候 那最后也有实质的利益 就是你可能就会获得去经营 所谓的叛产超风租 这份执照就是林爽文事件后 被充公的田铲 分配给店手向店农收租 清代有不少地方势力 像是板桥林家 雾峰林家 因为协助评乱 获得特权分封 他不会在口供里面真的说 是因为这个支线 他让中间层为例去多收税 所以当然他供词里面写的 都是那些奸民的错 台湾到孔昭祠和地方势力周围新 联手剥削百姓 新有一歌诗记述了三大明辩之一的 戴朝春事件 也唱出了当时官逼民反的无奈 其实每一个时代都一样 如果说政府开始腐败的时候 大家都会狂争暴恋 去设各种名目 来征收老百姓的钱 就在城门高市 说什么摊位 你什么商店 你需要捐多少钱 你什么摊位要捐多少钱 大家老百姓捐的这些钱以后 这些大官拿去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所以这些老百姓就不爽 不高兴 不高兴以后就开始起来反抗 民国的台湾 你才既爱 有声哭或是满满事 中别出事来想既爱 为了抵抗虐政和瞌睡 台湾民间发展出不少互助组织 像是神明会 卢主会 规模组织最健全的 就是地下秘密组织 天地会 又名鸿门 官府 台湾弄到我名不了身的时候 你说天地会为什么起来 官兵为了联工会那个事 楊光迅他们 你去取替是烧房子干什么 老百姓当然缓 来又来 因为那时候你来台湾当官就是捞钱 林爽文就是天地会首领 戴朝春也和天地会有关 传说天地会是由郑成功陈永华创立 陈永华故居还被改建为寺庙 成为抗清秘密集会地点 台湾府城的大北门 现在只剩下十碑书记 以前在清治时期大北门外 本来有一座黄坡寺 但是现在这个黄坡寺 已经找不到位置了 1683年清军攻下台湾后 天地会为了躲避追气 定下许多暗号 接头对答 就像来我跟你握手 已经跟你暗号 如果你对 可能我有第二个第三个动作 这握手里面好多动作 不经意的光一个手这样子 这过来可能中间哪个部位 我挺不动的 OK 所以你们就已经 好 没有 这边来才是真的才开始 这才叫暗号什么 不然你早就被抓光了 进门时先跨哪一只脚 净茶杯子怎么拿 要搭配什么手势变化 比出天地人手语 一一通过考验才是自己人 因为这个组织真的是很神秘 对不对 没有神秘 老百姓互助共聚 因为你要生存 当初是脱渡 进 海进 那你只能脱渡 所以我们台湾有架杠 你知道吗 架杠就是你要来台湾 你要拿到那个凭证 从正式的港口进来 所以说我是架杠 我是不是脱渡 这句话典故就是这样来的 所谓反清复明的理想 说穿了或许是台湾清领时期 第一层穷苦人 对自由的盼望 对阶级压迫的反动